Zither Harp OK 周拉说新闻又来了 今天说的话题是周拉喜欢的 看过我以前的都知道喜欢足球 虽然周拉的球迹依然很臭 02年的世界杯是国族的巅峰 11年前中国队友米露带领 虽然坚强的挺进的世界杯 在小竹赛上遇到的都是强队 小竹赛踢了三场以求未尽 这不能说明主教练没有用心 被倒塌了主教练也被迫下课 其实周拉想问一下这有关系吗 从那开始国族就没被人们看好 每次走输球球迷根本接受不了 所以形容人没能力直接找国族 真愁真愁没人不佩服 今日赛河飞踢了一场热射赛 迎战泰国胜算把握应该百分百 结果如何真让大家失望 而且比赛的场地还是主场 泰国先发指人先进了两球 随后泰国反馈国族踢进一点球 此时比赛泰国已经2比1领先 剩下的时间就是泰国队在表演 国族的事物连连导致泰国联机三球 要不然怎么说国族踢得很臭 最终泰国5比1大比分获胜 这时球迷送给国族最有力的徐生 周拉就纳闷了为啥这么臭 输了就输了还让人家进那么多球 为啥比方球羽毛球那么牛逼 一提到足球就好像陷了气 中国那么多人难道这就是底肩 还是实力真的不行 真是为难输给泰国 怎么想也不可能 下次比赛让城关上或许能赢 这次输给泰国也创下了纪录 看来这次主教练又敢滚足 每次赢不了就都拿主教练开涮 我觉得还是跟球员技术水平有关 如何改变现状到底谁能说清 中国足球似乎一直都没什么激情 看足球周拉还是喜欢欧洲赛事 这样国足别那么臭周拉依然支持 周拉说新闻已经播放完毕 中国足球怎么一直不能雄起 想必很多球迷已经失望透了 不如一起想想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吧 期间的最高兴 这次追求了 敌爆发 这次就会被打到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望 帮我们下期望 我们下期望 看起来 我们下期望